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遇到困难的障碍的时候 我觉得肯定是我有自我的东西在这儿 我就不断地就坐在那儿去想 我哪块自私了 我哪块自我了 然后我是不是把自我的利益放在地位了 每次都在 我觉得每次当你想通的时候你就受灭了 每次想通的时候你就受灭了 而且有时候在这个路上我也有讨厌的人 我也有很不喜欢的人 就说有时候在过去的 有时候也是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烦死我了 你能不能不给我制造麻烦 然后有时候也会 但是呢 那一刻当你就身边的说哪一个人你要想松手的时候 你说哎呀算了 大家就这缘分了 但是你突然会发现你不能放手 就是说每一个身边的弟子每一个人 一个也不能丢 只要靠近你的 你不能放手 就是说你放开手 就完了 你知道他会走到什么路上 就是说这就是菩萨行 你有什么办法 天生的 好累 我知道 好累 我知道 好累 是好累 好累 是好累 这是有无止境的 厉害 那个也有 那个好累 那个更累 那个也累得不行 好累 好累 这个很难搞啊 这个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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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 我不知道怎么说 这就是 没 展示还没完 你知道肚子是最难的一件事吗 哈哈哈 你要担很多的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 你每个人 其实在一开始 当有自我的时候 你要把众生的业力 全部担在街上 你还有自我 当你每去 帮他们去清理他们的东西的时候 有些东西 当你有自我 你着想 他们的东西全在你身上 你知道吗 因为你还着想嘛 你度他们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 他们要清理的那些垃圾 但是你又着想 那么他们那些垃圾全在你这儿 你知道时间久了 你会压力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 读完清靠清 你不再着想了 不再分别了 那些垃圾就不成垃圾了 什么时候 这真是一个 哎 这个有点 肯定会的 肯定会解脱的 就是 一定要这样子过来 没有办法的 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执着了 有些东西我们自己着想 我们已经 我们自己有些东西 还是不圆满 不要去认为 不管你真的是度了多少人 佛说 你度众生 事物众生可度 你不管度了多少人 那些东西 其实是你着想 你根本就 肉身也不是靠你 是众生在成就你 说句话说 没有这些人 你真的无法回来了 你成就不了 你成就那一天 你真的要感谢他们 哪一个碰你碰得厉害 你真的要感恩他 因为没有那个度位 还碰不到你 知道 没有众生 你怎么回来 全迷迷的去 七红八素的全掉 因为众生真的需要我们 因为他们是迷失的 他们根本不需要你 他现在还不需要你救度 因为他们不觉得苦 人家也没掉到地狱 是我们要解脱 我们要成都 所以我们必须要众生的帮助 必须要众生 人家众生现在说 我还不准备学佛的 等我苦了再说了 但是你知道 他这种观念是错的 但是他还小了 他不知道 小孩子还需要你帮 人家玩得挺开心 你能把人家拽着 让人家上学 就像开心 你能把他拽到学校上上 他觉得很辛苦 你这纯粹是害我 我挺开心的 你让我上学 但是我们现在让助生 你去做这些事 你逼大家都在这个路上 都觉得很辛苦 反正修行车子就辛苦 因为他不觉得生活苦 但是你知道他未来 他如果不学习 他会是什么样 一个小孩子 他不学一个从小的 什么规律也没有 什么规则也没有 他长大了 他会是什么样的 你能想象到 但现在我们也是 但现在如果是从表面上 开始我们需要助生 不是助生 就需要我们 你们每个人要解脱 都需要助生的帮助 累吗 你在挣扎的是你的 是你的自我的东西 吸气欲望 跟你的所做的一些事情 所做的这种事情的挣扎 你在做什么 你自我的 你在想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在想什么 你要想成为什么 这些东西都在挣扎 抗衡 互相之间 你要不打破自我 我说你 你会走得很厉害 而且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管你自己搞事一样 还是在任何一个公司打过 或者在这种 你都会 都一样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破这一点 你 你有一些 我是能看见你的 就是有些东西 在这里边执着 但是这些东西 需要不断地磨 因为你在这个公司 你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你 你没有那么多 就是大家之间 虽然不管有摩擦 但是没有那么阴狠 就是说没有人背后给你拖刀子 而且跟我的 就大家 你也信任 也无所谓 你的 大家都在一起拍着桌子 说完话 就说完了 无所谓 就不会有太多心理 就是说 有阴影 不会造成阴影 这一点我觉得 对你还是有利 但是要尽快破你那些东西 你纠结那些东西 这么多年在公司养成的 有些东西但是不知不觉养成的 你的内并不是工作 你始终不是工作上的内并 你心里边 你有很多矛盾的东西 你想的跟你做的跟你想要的 跟你想要的 跟你所有的东西都不配到 分成七分八六 就是说分成几个块 这个才是最利的 你分裂了 你被你自己很多念头 很多想法分裂了 分成几个块 每一个块都不能全力以赴 你怎么可能不累 每一条路都不是全力以赴的 你喜欢那种工作就是说 哎呀我要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定好了 我全三天三夜不睡觉 把它搞定 你喜欢这种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专注 才能让你不考虑其他的东西 然后专注在这一个里边 然后获得一点点成就感 因为你已经平时做事 其实你平时不需要这样 你一天可能有三五小时工作 如果你全力以赴的 凭你的自杀就搞定一件事已经足够了 根本不需要那样子 就是你只是不能去聚焦 有些东西 如果没有压力 没有让你明确的目标 你就不能聚焦 你必须只寻找到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你必须只寻找到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其实是你散 你散乱头脑里面 其实这个不重要 就是说 还是你内心深处的东西 我觉得挺好 你一定要触动到这些东西 否则你真的是拔不出来了 你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 你一定要触动到里面那些东西 很根深蒂固的 说不黑 说黑不黑 说白不白的那些东西 你说它黑它不黑 你说它白它也不白 你搞不清楚 就是就像这种 踩不住尾巴的这种 你一定要自己深刻的反省 就是说 你没有什么东西露出来 让我踩 那你就摸 就是 你如果就像我们很 就像说 有些人很明确 我就是黑了 我就是做了个措施 我忏悔啊 该怎么样 或者是 我就是 你的头就是怎么的 嫉妒了 我就是深刻了 咱还能采出 你看你现在怎么样 表现出的样子 他就 你这种啥也不是 你露出来 没尾巴露出来 全在里边 小尾巴在里边 酥酥酥酥酥的 这种呢 你就能摸 就很难受 你要 心里边 装上 瘸其下的人 那个 不在头脑里边 装 是装在心里 又有慈悲心 你知道吗 你就瘸在心 你所有的都是 你可以做慈善事业 你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瘸在你的脑子里 装的 不是装在你心里 你心里压根 就不关心他们的事 活 你不关心他们怎么活 所以这样 你可以布施 你可以绝 你可以把自己布施出去 但你的心 不会不死的 你的心 你空空落落 你没心没肺的 我告诉你 你的心里边 没有那些东西 你心里边没有 再在每一个人的角度 看到他们的疾苦 你没有体调过别人的内心 因为你从小 这样一家 叫家庭环境 你是家里最小的 你要从小 家庭环境很差 父母从小 你就得咬家 你就得给爸爸妈妈 再去咬家 跑出去打工 你会起企业更多一点 内心是从 你就体验到他的肌骨 每个人的他的 他为什么会那样小 因为他很难 他必须那样子做 你就会体调到他 然后 体调到的时候 你就就这样了 而且你体调到 每个人的很多东西的时候 体调到他们内心的那些 走不下去那种难处的时候 你突然对你的整个生命 有了有这个全新的缺失 你觉得生命就是这样 怎么走都对 你这一生都会变得很包容 就是一生啊 一下子就是走到 不是对每一件事了 每一件事的出生 都让你看到你的一生 就是一辈子啊 你都会包容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走 每一个人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管他们将来是你的朋友 还是最后一转身变成了没落 大家真的是 才能真正的珍惜那些元父 大家来了就是 我就珍惜这一刻大家的消除 就是说你 因为那是站在你一辈子的角度去看的 你要站在这一刻的角度 你不会有那些喜缘的 你怎么可能珍惜这些缘分 如果你翘出来 站在你一身的角度 你看自己的一辈子 能有几个朋友呢 能有几个真正的能触动你内心的人呢 能有几个你能够消除和消除到 能够每天吃和拉扎睡在一起的这些 然后那些深处就很多的 就是就会松放松打开 然后就会什么东西都觉得能过夜有夜啊 就是每个人来了走了 来了走了 大家身边呢 你会珍惜这些缘分 希望留下 让他开心一点 希望自己能带给他快乐 让他也 希望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东西 都是 你就会看得很开 你知道吗 你不是只看这一件事 不可以只看今天明天 你是看你一辈子 你也就七八十年 你站在这一块看 怎么走 就算你有时候你坐在这儿 就把你心里想象到 你最辉煌的那个街头 想象出来 但是坐在了那个位置上 我会是什么体验 难道我很快乐吗 很幸福吗 我会怎么看身边的这些 如果我今天已经很成功了 我还是比尔盖茨 或者我是谁 那么我今天坐在那儿 我这一生七八十年 就这样子 我也病 我也痛 我也开心 我也烦恼 我也是 其实一辈子就这样子 是不是 我一辈子怎么走也是走 怎么过也是过 我何不开大度一点 开明一点 给这个世界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些幸福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天生我才必有用 如果你有能力 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更多的帮助到更多的 让他们能够 他们没有能力 有些人是没有能力的 不是说他们 他们是 是因为你的能力 是因为环境慢慢自己 很多年去理及去思考 有些人是达不到的 一试一试 这一试 这一试可能你能帮到他们 下次也许他们帮你啊 因为可能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障碍 也许没脚没胳膊 真的人家还帮你走路呢 真的 很简单的 我们也 我们说去了的话 也做不了什么 就是 几十年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呢 一切都是 我们真的是 从从过客 身边的每一个人走过来 他说两句什么 做两句 做一件什么事 走到你身边 也是缘分 不管他多黑多黄多白 他说了 你真的看着他笑 哇今天 今天你该遇到他了 今天他这样子说话 真的很抱歉 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你 他说的时候 我还是表示了感恩 跟感谢 今天我遇到了他 他很黑 没关系 我遇到了但是 我觉得真的是 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 清清色色的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 如果 我心没有动 但是我心没有动 对我的 因为我的目标是成道 那么对我还是有帮助的 我心没有被打动 没有影响到我 感恩你考验了我 真的是会这样想的 感恩你来考验我的定力 考验我的开悟 每一个包括亲人 父母孩子所有的东西 有时候真的 在什么想 压力啊 所有的紧张啊 所有的 你要是放手 跳出来 看很远 你就不会觉得累了 还有你就想 你会想 你怎么样 看到自己拥有的 所有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开心 这就是我会 如果我是从我的角度 看我眼影压力 离了婚以后 我会觉得 两个小孩拖走 我怎么带啊 我要供养他们上学 我还要给他们 供养他们上学 还要教育他们 还要 我在广州 我现在该怎么走啊 未来该怎么 啊 很多问题啊 哇 然后 然后说 父母也病啊 看着父母 哇有一天 我突然真的我就坐着呢 我说 哇 我还有两个像贴士一样的孩子啊 虽然他们 有点淘气 不太听话 真的是上天拍下来的 那么介靠活泼的 两个孩子啊 他们是人啊 就是 他们很介靠 很开心 活得很开心啊 他们也没有因为我 我怎么样 他们就不开心啊 真的像贴士一样的 哇 我的父母还在世啊 他们虽然有病 他们虽然有时候 痴痴呆呆的 有时候 跌跌倒 说话还 但是他们还活着啊 他们活着 他们陪伴在我身边 这是我拥有的 两个贴士一样的 还是两个父母 虽然有病 但他们真的活在身边 有时候还唠叨你脸点句啊 有时候还唠叨 还能够跟你说话啊 那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鱼啊 血鱼 他们都在你身边啊 哇 身边还有这么多同行道友啊 跟你同时修行啊 当你需要 帮助的时候 当你真的讲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会帮你啊 他们愿意帮助你啊 都是善语啊 就是 就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哇 你拥有这么多啊 你有什么困难 你有什么难的 说是你有压力 你有挣扎 走不出来 如果你有念头 说是 你狠狠 什么 那是很自私的想法 我就觉得 我是这样想 我就觉得 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觉得我很有压力 很自私 那些压力来自哪 难道孩子们给你了吗 他们没有啊 他们像天使一样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真的是 心想上帝派来的 父母也是 你这样小的时候 你回去 你不觉得父母病 从你闹到 就是很烦的一件事了 你坐在这儿看 哇 老妈就这样了 老妈就这样了 哇 一天比天老了 这么又多了 你觉得很甘心的一件事 看着生命在流逝 流逝带不是一种 好像死 不是死亡的一种 是觉得 哇 这个世界就是变来变去的 就是觉得 哇 多一个周围也很开心了 慢慢多一个周围了 爸爸 今天又 又跌倒了一下 就搞不清楚 自己在哪了 他要回家 就跟小孩子似的 哎 你爸爸拍拍拍 婚婚大说 哎呀过两天送你回家了 他就很开心 像小孩呀 你真的觉得 你就不会想有压力了 那小孩子不听话 你觉得不像个淑女啊 或者是不像人家别人教育的那么好 或者有时候会看 怎么就拐不住了 怎么就这样子了 但是你看到他的开心 你就会觉得 哇 他这个生命还是很开心 很幸福的成长着 你觉得 你尽力的去教育他 如果是教育过来 如果他这么幸福一生也行 OK呀 就觉得 就这样了 就觉得 然后你会觉得 哇 随便很多朋友很多帮你 你 你是否能给他们什么呢 人家帮了你 人家在 你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呢 你能否 因为你的存在 带给人家快乐呢 你能帮到他什么呢 就是感恩回报嘛 所有的东西 就是在你这么想 没有人给你压力啊 谁给你压力了 我们索取的太多了 你处在这个世界上 你做了什么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 父母生了你 朋友们帮助过你 孩子们带给你快乐 你做过什么 你什么也没有 然后你因为自己的 贪争吃蔓延 因为自己的七情六欲 把自己搞得一团糟 还得了病 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搞的 是不是 你然后说 米奇米自己是个修道者 在这么多年去修道 一位修道搞的 那修道的时候 还不是你犯了 他的直脉 还不是你自己 你那种有执着的东西 你才会 起脉有些障碍嘛 是不是 说的东西 虽然 就是说 你反省到这些 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人绑过你 没有人给过你压力 这是自我的东西 看到这些有的 你真的很开心 你觉得很感恩 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 因为生命是卑微的 有时候我们 我们生下来 我们真的是没有说 是我们生下来 就是王蛇 或者很高贵的学徒 或者我们是一个 老百姓 但是我们拥有这么多 知道吗 我们是很平凡的一个 普通的一个人 我们却拥有这么多 我觉得够了 有些东西 你如果看到你拥有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真的是 哇 你真的很富有 有什么想不开的 有什么做不了的 你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 对这个世界的 一点点回报 你所有的付出 你只是回报你的朋友 回报一个爱你的人 回报那些给你带来快乐的人 你只做了一个本能的生命 一该做的事情 我们是人 如果我们是一朵花 我们也会奉献香气给这个世界 我们是人 我们比花应该做的更多一点 除了奉献我们的香气香味以后 我们会带给众生 一朵花只能在野外芬芳 因为它没有推 它没有脚 它没有智慧 但我们更多 我们可以带给花美丽 我们可以带给动物 带给植物 带给这个世界 带给人 带给六道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是高级智慧的生命 这不是说 这不是说 坐在这儿说 去说一些虚幻的东西 生命就是这样认知的 否则生命有什么意义 你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下一条 活着很自我 那还不是一条虫吗 明毛的虫那样子 活着就死了 你有什么意义 吃喝拉扎睡 然后死了吗 然后完成自己的报复 完成自己的报复有什么 还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吗 你的欲望永远在边 什么时候能满足呢 走到哪一天算满足了呢 除非到死那一天 然后一口气结不上来 然后过两天 那个死气就臭了 这个就是这样 否则如果你不那样子 活就像我刚才说的 打开自己 给这个世界带来快乐 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是 你应该赋予 一个我觉得学佛的人 首先赋予自己的生命 那种意义 生命真的是没有定论的 你怎么活就有 你自己赋予的 你把自己定位在什么位置上 你把自己定位在佛的位置上 你真的能活得像佛那样子 充满感恩充满 给这个世界带来东西 带来财富 打开自己的心 每一刻我们都很富有 都很感恩 每一刻都是 他不因为你拥有更多 在这个世界拥有财富更多 拥有缺失更多 而说怎么样 很多人拥有财富 拥有缺失 他活得很自私 很累很值 真的没有意义 他的生命 那些东西 但我们可以活成那样 你可以跟六道做事 带来快乐 真的 那不是发心的 是你的生命 应该那样芬芳 应该那样转芳 那不是要不要你发心 那是你的生命 本来需要的东西 你根子里要的 不是你要不要去 让你我今天告诉你说 上你发菩提心 发慈悲心 那只是一个诱导 只是告诉你 你需要 是你内心要那样 是你更生地物要那样的成长 那是一种高级生命的成长方式 生存方式 否则你就不能算高级生命 生命 人的生命就是那样的开花 就是那样的成长 所以我们没长大 就是我告诉你 你没有成熟到那个生命状态 你还是在萌芽阶段 就是愚萌阶段 你以为生出来 你妈妈父母生出我们来 我们其实人力 人力还在一个抬抛阶段 宇宙没有把我们用得很成熟 你的生命意识状态 还在萌萌抖抖的 就像去极乐世界 瓦斯道极乐世界 你还在莲花里包着呢 你知道吗 你没有花开接佛 你的胚胎还在那儿拥抖 拥拥抖抖 你还不开悟 你的意识层面没有成熟 我们的意识层面不成熟 你知道我们的意识层面 也太成熟 我们可以活成什么样 真的是下一朵花怒放啊 真的一朵花怒放 只带给野外一点点方向 但是一个人的心如果怒放 它会带给六道众生的利益啊 它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散发一点相机啊 因为人是高级智慧的生命 你的心就要那样开花 你才不会憋屈 你憋屈就是那样没开 就是你的意识层面没成熟 你抱在电话里看不见 很好的啊 挺好的嘛 有什么压力 我每天就是这样活的 我的身体是最不好的 在公司说句话说 你去医院他们检查 如果检查我的肺 检查我的肺 他会说 你应该马上住医院 每次去招了他都说 你怎么能不住医院 买肩乱跑呢 我说住医院怎么治啊 不就是从头 吊针打到晚上呢 是不是 但我觉得我很开心 是不是 我觉得 其实很开心 不是说你也累 但是你会觉得你的心是那样的 你每一刻 因为你看的 就这样子看 就这样子看 每天你都把你的生命 摆在一条 摆在60年看 摆在70年看 假如我活70岁 我还能做什么 假如我活80岁 我还能做什么 我还能给这个世界留下手 就这样 就是想这些 然后看着身边的每个人 嗯 他今天快开悟了 嗯 他今天 然后 要是说 大家说 小小过来说 没钱了公司 咱赚点钱吧 就是这样子 就 要什么呢 这个世界真的像个游戏一样的 外花筒一样 你哪有那么沉重的脸 我力是力 但是我觉得 不是那样小 要去 看 换一对想法 你就是没长大 是这样子 你的意识没长大 没成熟 你会活成那样的 会鞋也会活成 你们都会活成那样的 活得很 坐在这儿 脸上皱着皱纹也没关系 很苦也没关系 但是你的心真的是 像朵花这样的开场 真的脸很苦 就像拿阿罗汉 脸上一刀一刀 头上还长个 然后 然后可能身体也 也不是那么舒服 有病 但心永远这样子 真的 永远很 很舒宅 你的心永远是 看着别人愁的时候 愁啥呢 愁啥呢 真的没有什么 这个世界就是 你较真了 你真的是较真了 有什么值得较真 你六七十年 活这么年龄短 你还较真 你以为活八百岁 你呀 最后也再活二三十年 你就没了 你还较真 这么短的时间 你值得跟谁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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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死了 你都不知道跟自己较真 是吧 有些东西 该做什么 而且未来也没那么迷茫 你知道吧 你怎么做也迷茫 你现在就算你当了足头 你做成比尔盖车 你照样迷茫 如果你不开了 因为未来 为什么迷茫呢 因为生命是 你知道吗 我们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的意义真的是你赋予的 你赋予它啥意义 它就是啥意义 因为生命是虚坏的 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们重生 你知道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你执着了这个目标 你去执着地走 生命是没意义的 如果真的有一个意义 就是一路走到死啊 它的目标就是死亡啊 难道生命生下来不是走向死 剩下的意义全是你赋予的 在这个生死的过程中 全是你赋予的 你总会赋予它什么 赋予它较真 赋予它执着 赋予它烦恼 赋予它什么 你给你的生命往下留下什么痕迹 留下什么信息 给你的生命准备留下什么样的意义呢 全是你给的 你准备在你的生命里写下什么东西 写一篇什么样的电视剧 什么小说的 你赋予的 你准备赋予它什么 每一面都是你赋予的 生命就是 所以不管你如果不开悟 不管你做到任何程度 今天你坐在这儿 你是多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多么的成功优秀 多么的博血 一度迷茫 对未来 因为未来没有东西 本来就没有东西 而我们是不小心 所有未来 如果你不去赋予它 主动的赋予它意义的 剩下的就是怪性流动 来自业力的流动啊 一场流动啊 那业力你也不知道 那肯定迷茫了 你不知道你什么是做了什么 你会留下何处 你下一刻会怎么样去死亡 你都不知道 如果你主动赋予它意义 那就不一样 那就是改变 是不是 你只有这一刻决定 我主动赋予我未来的生命 几十年什么样的意义 那么你的生命 才有可能呈现出不同 呈现出你的 你才看得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那是你这一生决定的 我要做什么 那就从这一刻停下来 因为业力之流还在流动 它会牵引你 带着你往下走 有些有缘的 有些逆缘 什么都会成熟 然后你就群在这 重新定义你的生命 这三年我要做什么 然后不断的跟业力之流 来最后达成故事 我让他有些业力不成熟 因为你改变了你的生命方式 逆缘就不成熟 所有的逆缘也转成善缘 我宽容 就算是我曾经我杀过 我曾经吃了人家了 人家是个什么东西 人家这一次转成了 或者是什么 那人家来了 人家无缘无故的就怎么样 看着我不睡 那我热了 因为你知道你里面有业力的东西 而且现在你要改变你的生命方式 你要解脱 你不想被业力切着走 因为现在你赋予你意义的时候 你也被业力切着走 你是无法心想事成 有什么意义 所以你看不清楚这一点 你始终迷茫 你走到哪一天你也迷茫 你做成功什么你都迷茫 这个世界的任何事业你做完都会迷茫 你只不过是慢慢慢慢慢慢 沉浸在那些事里边安心一点 但是问你未来你一样一无所知 可能怎么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下一辈子根本啥也不知道 而且愚昧的人甚至会觉得 有没有下一辈子啊 也许我不信 或者信的就是说管他们 都换了一个人不是我了 这都是很没智慧 就是人里没找到那种智慧 今天吃了饭不管每天的 这个一样的 连自己都不管 他们可能管这个世界吗 可能管地球吗 可能会管怀宝吗 可能会管这剩下的东西吗 连自己的都不会去考虑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点是撬出来 每时每刻看到你的 看到所有人走下的时候 你看你六十年七十年 就每天摆到这六十年 我和我和我和一百岁 范总是准备了一百二十岁 一百二十岁 我现在已经过到这了 六十岁没了 这就从这儿 五十年三十年 再就算八十岁 还有八十岁 他还有几十年 几十年 他今天是快三十多了 五十年 三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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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成五个十 你能砸地 你不一定能活到八十岁 不该你的样子 你无精打采的 真的不知道 我们就是按正常的估计 八九十是九十岁 三五十年 这个慌得过去 而且三五十年 你跑了最后这几十年 二十年 你牙眼就是那种很老的那个状态 你也做不了啥 人家剩下干东西也就是 你能给大家干点啥呢 这真的是小气 你给这个世界能分些点啥呢 你的智慧在哪呢 你不就是个毛毛虫 你 我们脑子里的那些智慧能做啥呢 真的是 然后还付出一点点 我不是说 现在说你了 大家没有付出一点点 还要点回报 有什么回报呢 你 这个世界养育了我们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索取的太多了 真的是 天地养育了我们 大地真的是养育了我们 真的是 我们在这奔跑 在这居住 碰土潭 什么不是存在的 我们啥也没做 说句老实话 油油露露的就过了一辈子 气宝穿暖 然后去买住自己一点点欲望 而且没完没了 一天就一天一天就那么过 我还很 真的是一些 跟那个小猫猫猪 跟那些猫猫猫猫猫 活得一模一样 饿了 哗哗哗叫 然后喊到我们胃 就是啊 我们只不过是不叫 自己搞点 要么时间久了也会叫 我们也会烦 就是都是 你看看自己 我们不是小孩子吗 如果撬出来看很多东西可以不同的 每天这样子撬出来 看自己的一生 活在自己的一生 每一年活在自己的一辈子里边 不要活在这一年里边 如果看一辈子 真的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 语言 很多人 人与人的关系 你就会不懂 你会发现 世界真的 时光太快了 一年半年 真的是 对人的关系啊 对你要真的东西啊 就是说你要想什么 那就是个 只是暂时的这一段生命的 这十年的一个目标 那你要想什么呀 只是一个目标 而且是一个执着的目标 你只是要做成一件事而已 你要跳出来这样子不断的看 你就会做事有一些 第一是有方向 第二没有感觉到无力感 会有一点情趣嘛 你得享受在那个 每一件事的过程里边 我们不会有足迹的目标的 足迹的目标是你自己定的 生命的足迹目标是享受死亡 如果对人力来说 其实是从真理角度讲 是我们每一刻都在死 每一刻 每一刻你都在死啊 你又活过来 每一刻你都在死啊 又活过来 一呼一吸一呼一呼 就这样 如果拉着好一点吧 一呼一吸 我们每一刻 生死 生死 伴随着 生了死了 生了死了 就企业着这样一个生命的形式 死亡没死 每个伴着你 也随时也随时就走了 就这样子 这个世界好也把坏也把 给予过你 真的是 你报答过嘛 你做过什么 你啥也没做过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 你也不会觉得 你一定要做多么伟大的事业 你在网上你做一件事 又一个人授业了 两个人授业了 你都觉得很开心 真的觉得 哎呀可以了 有一个人 两个人来看 然后很开心了 我做了一件事 我在今天做了一个事 他在看 OK 你不会觉得我一定要做 好大 这个世界就这样 很多人在迷失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方向目标 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沉迷在 你想想 大多数年轻人 现在可能在被窝里 还是睡着 因为昨天晚上没睡 哇 在网上爬了 在游戏机一起 在酒吧 在赌场 他们的生命 一团糟 根本就不知道方向在哪 就是自己在那转 好 所有的企业家 还在开各种发布会 他们坐在这儿 在探讨赚钱的问题 但是根本不知道 他们根本没有失差 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根本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拼命的拼命的去赚那点钱 他们赚了钱 而且 他根本不知道 他的身体已经走向滑坡 而且可能明天后天 就倒在医院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死掉了 谁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在布他的后车 又在那样搞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他的生命就是 就在拼命拼命的在 在商场上耗尽了 所有的人 就是现在你面对的 外边的所有的人 不知道 而且很多有钱的又在做什么 包了三个老婆在外面后 玩 又在干什么 然后没完没了 那些欲望永无止尽 最后连个家也没有 不知道回哪个老婆的家 哪个老婆觉得都不 都不会理解自己 最后再介绍话 因为老婆太多 在介绍话 她不知道了 这就是所有这个世界的人 你要他们看你的网站吗 你关注过这些人的疾控吗 他们需要导致 你知道 他们不会看你的网站 他们不会主动看你的网站 他们内心有太多 解决不了的苦梦问题 他们不知道像 像蝗蟲像蚂蚁像 就那样子活着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有智慧 他们不知道生命有很多种方式 他们不知道很清晰的 看清楚自己生命的 现在自己生命的状态 他看不清楚 你知道吗 他需要导致 所以你的网站 你的存在就是 给他们是一个蚝灯 你知道吗 也许这个大海上没有船 但有一天 一旦有一艘船走过来 那个蚝灯是起作用的 你知道吗 他看到那盏灯 你知道吗 所以他只需要存在 也许这个海上 没有好 因为大家还不需要 是不是 你怕什么呢 难道你 你建了一个灯塔 然后海上就布满了船 你在搞什么 没关系 我们不是在做商业 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做一些 我们跟别人不同 你是在做佛陀的智慧 你不是在操作一个商业模式 你做的东西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你要清晰你在做什么 这样你才会清晰你的使命 然后你在陶醉在 你会享受在每一叠叠的所得所适 就是那些东西里面 你会爱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你不会烦 那身边有人撞进你的时候 你觉得很正常 他们好迷茫 每个人都是 他们好迷茫 砰的就撞着 打上了 他们都撞在暗角上了 是吧 不知道 大家不了解 这个很正常 但你再借一个灯 借一个卡 就这样子 我们可能不是干的很糊糊烈烈的事 但是你却在做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 可能真的不糊糊烈烈 没有什么名 没有什么利 没有太多的 但是它是最有意义的 你给你的生命定义了 最有意义的事 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 除此之外 这个世界没有值得你去真的为止 付出你的生命的事情 没有 不值得 剩下的事情 不值得你付出 知道吗 你就可以游戏了 但这件事值得你 值得你去付出 而且是不计报仇 不计回报 牺牲一切都值得的 值得做的 你的生命也活不成这样 你还有啥坐在这儿说 都没啥可以诉苦的 说句老实话 你活不成这样 因为所有的生下都是渺小的 不值得一切的事 都是一些本能的需求 我饿了 我烦了 我身上酸麻了掌头 你站在自己一身的长度去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是因为 我们不了解每个人在想什么 当你真的是 假如你坐在里面 看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些念头 闪闪火火那些念头 看到他们 这一刻为你这些事情之所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就很清楚 而且你的慈悲一定会生起来 因为你了解他 你了解他 你就跟他一起了 你知道吗 你了解 你了解会吸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他心里想的念头 那你就跟他是一起的 然后你就 你怎么可能不慈悲呢 你了解他 然后你知道 哦 他现在 如果他需要你帮助 你会帮的 如果他 你觉得他在乱想 那就他可能会变的 因为乱想肯定是 过一阵就变了 那你等等吧 他不开心就不开心 就这样 不开心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想 打开你的思路 你就是怎么想 生命就是 转来转去 最后你就是 你怎么想 你的生命就不同 你只要想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 你那样想 生命就是那样的 真的是 但是 不要以为 当然说很多事情是先做出来的 但是 要先有想法 也有些东西 也改变认知 改变了 你会觉得你拥有好多 你太幸福了 人主是太幸福了 你不知道自己幸福 人在地狱 受两天苦 然后踢上来 泡在这儿就得 哎呀 舒服死了 真的是 真的是怎么认为的 我经常会跳出来 看自己这个身体 看自己的念头 看你们的念头 跳出来 看一辈子 真的是 哎呀 真的是 哎呀 这样会好 就跳出来 这个是个角度 跳出来会算不错 你就是那样的 我告诉你 你活不成别的 你别指望了 你活不成别的样子 我说说 你要想活成别的样子 就很苦恼 你知道吗 你不要指望说 哎呀 我的朋友 什么呀 你们每个人 因为我们天生的 有些东西就不是 你一定要去 放光的 有些东西 假如你这个萤火虫 你也都放一点点光出来 你现在是捂着屁股 那点光说是 凭什么我要照耀你 就是这样子 然后难受 一干这么就怎么摸 嗯 该付出 该奉献就奉献 该 甚至 你不要以为你是水云 你就是 我们其实只是一个仆人 如果你是 你要觉得 菩萨道就是 你先做众生的仆人 伺候他 就这样 你伺候众生 你觉得放不下吗 所以说 很多人说 哎呀我要成佛做主 我要做个菩萨 或者是 以前我在禅地里面 跟一个摩道的众生 我说 行啊 我说听好了 你知道在人世间 做菩萨是什么 是众生的仆人 是救火队员 众生有火 他儿子 是众生的护士 医生 就是说 就是做很多很多 众生做不到的 你都得做 都得帮了他干 你可以做菩萨 没问题 众生可以控制你 但是众生所有的苦难 你绝对帮他们解决 然后无怨无悔 就这样子 这就是人世间的 观世音菩萨 你有观世音菩萨 不要坐那儿吃供养的 就是所有的问题 都去解决 所以佛陀也是这样 六道众生啊 因为众生不懂 他小 他年龄小 他没有 他的心智没成熟到 他转过来帮你的时候 知道吗 你必须把他养大 你知道 到他成熟了以后 分过来他就开始帮你 他就知道 他体就能知道 你在做什么 他现在他都 就像开心文宣 你指望他帮你 你指望他能做啥 你指望 我们稍微大点 就大点小的嘛 就这样哦 你说开心哦 带带文宣 再大点再带带开心 就是这样嘛 一个帮一个了 就是心智不够成熟 不是他不 他不是不想 他 他就算犯了 他这吃麦鱼也是他不懂 你以为他不想变得很开心 很快乐 很幸福 他不想帮助很多人 他做不到 能力太小 没关系啊 这样子 有什么 就差不多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就长大了嘛 就这样 还有那么多事情 你只要对他好 就算文宣 我现在每天去很爱他 很摸他 他虽然帮不了你大的 文宣去说脱鞋去 也便便便便便便 跑过去给你踢 拖鞋过来 但别的做不了 是吧 他能帮啥 帮别啥嘛 你也不要邪 反正说拿错了 就拿错了 是吧 文宣去说他 他肯定能给你搞定 有时候他跑得比你快 是吧 每个人能做点啥 你不要指望 他跟你一样 你指望文宣坐在这 跟你一样去 帮你坐这坐 拿负担什么 他就能做拿错了 而且跑得也挺快 挺开 而且他觉得挺开心的 帮了你 就这样 所以不能可求完美 当你身边就是文宣的时候 然后你就别指望 你就 这个 你只能说 也没有那么多拖鞋可拿 这个拿着拖鞋 就这样 就看看今天这个炒过了 明天那个又怎么了 慢慢长嘛 就不会长大的 就这样 然后吵起来了 打起来了 然后这个扑鼻子 你鼻涕流嘴里了 就这样 对吧 慢慢长嘛 就长大了 那开始长大了什么都知道 现在我们就是在海上见 你那个网站 就是这个 毛毛大开着 就是一个灯 就照着 有人过来了 看见了 他就不会撞胶 看不见他不上海 也就那样了 但是灯塔还是要的 然后我们公司能做到什么时候 能维修 维修费如果够的话 继续照呗 灯塔了就塔了 那我们尽力了 就这样嘛 其实 然后剩下我们自己修行嘛 佛陀的智慧 三千多年 三千多年也就是一个灯 就是一盏灯嘛 法脉箱传下来 就是一个智慧之灯 就在整身的苦海里 就那么立着 只要它还在亮着 就OK 但是身体又好 睡得香 吃得香 吃得香 吃得全不烦的 后来慢慢慢慢就一点点就 你就好像觉得 嗯 怎么讲呢 就是 做不住了 你就有点 就是 精力太茂盛 不是吧 这个 嗯 不清晰 不清晰 你不需要 你未来 你把你未来的几十年 你一段一段 放在这儿 你是没有目标 你是没有迷茫 你很多东西 是不知道啊 你放在这儿 虽然你 虽然你看不清楚 你未来这几十年 你不需要咋走 你去规划一下 但是 我规划不了 不是 你不需要咋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怎么走 但是假如说 你不是规划你自己 假如把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归位在你这里边 你就是他们 你会怎么样 比如说你是比尔盖茨 你把比尔盖茨 假如你今天也是比尔盖茨 你放在这儿 你去看看 你会怎么样 你会体验体验他的心态 你会快开心吗 你有什么成就的 你是随随随 你又怎么样 你就是 假如你就还有某个十年 你这每个十年放一个人 你能怎么样 做我可以做的事 体验体验他们的感觉 然后你就看完了 这是众生像 所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 你都看过了 你不需要看你自己的一辈子 你需要看别人的一辈子 你需要看别人的一辈子 看了他们的一辈子 就是你的一辈子 别人 就是那样 悠闲的一辈子 你父母已经帮你过了 就那样 老了出去旅游 然后 他们已经过完了 那个生活 也没傻了 没傻了 你现在应该停下来 不要过那种日子了 因为那种日子 你父母已经帮你过完了 所有的众生都在帮我们过 我们该以下要的日子 你知道吗 那个日子不咋的 你看过了 一般 换个模式 是吗 为什么要那样过呢 他们过了就过了 我就不过那种日子了 OK 你可以改变的 身边的很多人 我们过过很多 我们想要的日子 过完了也没傻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体验 现在我们还有条件 转变我们的很多东西 我们虽然模式有时候 转变不了 但心态可以转变 我们需要成长 就是安住在本心里面 就是慢慢的成长 但是 就是说 你这种状态也没什么不好 乱动就乱动吧 乱动就成长 安心的成长都一样 繁重的成长都一样 但是聊天还是要聊的 知道吗 我就是说 不管你身边出现任何问题 都是你 你的人知道的问题 建立上了 你心里面有一些东西要出来了 知道吧 就是我说的那不白不黑的那些东西 小尾巴 不白不黑的那些小尾巴 又冒出来了 冒出来了 冒出来了 冒出来了自己找不到 你在这个世界的善巧方便不够 嗯 你有很多想法 但善巧方便不够 所以 那些想法的 不够宽度 这就是说 带不够宽 就像那个宽带啊 都不够宽 路路不宽 路不宽是什么 因为你的 呃 就是说 太单 太单一 太单调 你只关注你的生活 你没有关注阿生的 没有关注他的 没有关注 当我心里 我了解阿生的整个他的家庭生活 他的生活 他他心里面想的他的生活 了解过瘾的 了解得开的 了解 你知道他们就是我吗 所有的人都是我 那我就是宽带 我的里面有你们所有的人的信息 你知道吧 我可以拿过来用 知道吧 那些信息会导致我 就是说 我虽然可能跟他们没有联系 但是 我了解他们 但是这个有来于你的正量了 虽然你即使不交流 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内心生出的很多东西 那些信息所有 我的信息不是单一的 只有我的 我的东西是拿你们的东西 知道吧 那就是我 我就是一个宽带 你就是宽带 你宽带不是因为你怎么样 是因为你不关心他们 你没有装上众生 你装上了太空宇宙 但是没装上众生 没装上活的东西 但是你是在人道做事的 你现在不是在太空里边做事 接力太空中心 你是在人道度众生的 你不装众生装什么 你装上了星球没用的 你要装上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就是星球 你把他们调整过来 这就是 这就是 然后忘掉自己 不要觉得委屈 忘掉自己 那你撑到就很快 不要那一刻说 怎么没人关心我呢 我也很烦 先不要把这个孽头打住 一想起这个就打住 知道吗 他一看到我们难受 就圈子找着 这搞定 外星打开 把你的带放得宽一点 你装上那些太空 那些星球 水星 通行母星 装上外星求人 没用的 就得装这个世界的 你看着不舒服的 你看着熟的 跟你毫无瓜葛 毫无关系的 并不是做个磁晒啊 并不是让你绝衣服 去绝酱油 绝大米啊 我告诉你 装上他们的疾苦 不是装他们被洪水液了死亡 是 他每一个念头 坐在那 他这一刻起叶的 他还活着 他还起叶着什么 他有什么障碍 需要我们帮助 你把他们的带弄宽了 你那块 那些障碍就缺痛了 辛苦的 你看活的 他们欺负你了 什么时候打架 你好像是 你好像是 好像在地球上 受人欺负了 是的 那一封 你啥也没做 你是 你是也对人家好了 但是你心里边 也没做啥 你真的对这个世界 付出的还比较少 你功德不够 不圆满 你心里边想对人家这个世界 想对很多人好 没问题 第一 你不了解人家 你怎么好 好法 你怎么个好 是吧 第二呢 你还不想付出 你怎么个好 你就那大脑里边觉得 我帮助你了 我想帮助你了 这就完了 帮不了 持之以后 持之以后 坚持不懈地 关爱他们 用你的慈悲的心 每时每刻 保持一个慈悲的心 每时每刻 保持一个慈悲的心 每时每刻 不要把自己的心 把自己那些 那些东西 放在心里边去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 虽然说 就像我这个肺不好 假如说有病 比如 据个例子 你的心会怎么想 你心里边没有自己 它不是说有个无事 它是 慢慢朋友成一个念头 你就很开放 就是别人说 你那怎么不好 如果我不好的时候 我今天真的不好的时候 我也会说 过去说 包个抽烧水 我说包个娃娃喝点 补补可能好一点 或者是我瞧子一下 然后我们去看一看 真的不好心理了 你觉得 就是这一块 就像个汽车零件 你不会觉得 很爱惜这个身体 但是你也会羞 你不是说不管它 因为你要做事嘛 就会觉得 怎么在羞羞嘛 就是就像螺蛳改椎 你不会像有些人说 哎呀我难受啊 哎呀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哎呀我这块可不行了 怎么怎么 就不是那样 就很恐惧啊 很怕 包括自己心里边的痛苦烦恼 你有时候也很觉得 哎呀这怎么看成这样 这这无聊啊 什么都 你也会生存那些 就像贴阴了 贴干饭了 你知道 然后你看着 哇冒冒 就像冒这个 冒那个 你会看着 哇又冒出来了 然后今天哎呀冒得 控制不住了 你都一下心一下地冒 冒了就一个人睡觉 那样 哎睡一会就后来 只要你就是 其实是一个刨官 就是说 你怎么看 就很快就调整过来 而且即使冒 也不影响你做事 就是冒 你也很开心地做在那做事 就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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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嘛 就是那种 最主要是你认为 你很伟大 想来做什么 其实生命就这样 每次每个 调解你的生命 就是很伟大 伟大就在你 你能调解自己 在很苦难的时候 或者很郁梦的时候 很无聊的时候 你能很开心 这也是很伟大的生命 知道吗 其他动物是做不到的 我们能做到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能把自己瞧着 这是佛城要瞧一的造福 佛城能瞧自己 随时随地 大家听不见 你这么感觉 你还看这有时 你这么感觉 你更感觉 你这么感觉 你这么感觉 我真的感觉